大家好 就像所有教你如何讀書 實際上只是浪費你時間、浪費你生命、騙你點閱、騙你廣告的影片一樣 我是你的良師義友、品賢 考試就要來了 讓我來告訴你 我當初是如何考上建宗的吧 在所有建宗台大的喜劇人員裡面 我的知名度一定是前三 那麼就照著影片的方法做吧 讓你幻想一下怎麼考上一間好學校 第一點 別人在讀什麼書 你就跟著讀什麼書 不要特立讀行 好看啊 太好看了 第二 去拜一切的宗教信仰 就能保佑你上建宗 然後 考學測的時候失禮 因為不想去新竹 供玩米粉跟客家人都不喜歡 最後 最後 只能去考紙考 又被虐 把一切的悲劇講成喜劇 第三 文句一定要背妥 在橡皮擦上寫下 A B C D 四個面 記得 B跟C要寫在比較大的那一面 這樣遇到不會做的題目的時候 比較容易骰到他們 可是 就誇考試耶 我 我還有時間嗎 讓我從你YouTube的歷史紀錄 來判斷你到底還有沒有救 如果你的搜尋紀錄跟我一樣 充滿了各種鋼琴的影片 代表你很有音樂素養 相信15歲正要準備會考的你 也一定很常收看鋼琴影片吧 如果你的搜尋紀錄是品賢脫口秀 恭喜 你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如果你是世界上最不聰明的人 請去看勾二的影片 如果你的搜尋紀錄 都是星座分析的影片 而你又即將考地球科學 知道星座學都是波旋 那代表你沒救啦 如果你會看一部別人在看影片的影片 AKA Reaction 代表你無聊透頂 中央這個學校很特別 他有一般的大氣系 機械系之類的 他有個系叫客家語系 我就覺得這學校很厲害 你看他有大氣系 也有小氣系 最後 如果你真的是會考生 考前還有時間看最廢片的話 那大概也沒救了 因為根據我的經驗 考試都是靠自己 那些網路上教你怎麼考試的影片 都是波旋 我基本上考試前是從來不用手機的 所以大家自求多福 自己加油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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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